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 它一共有三个层级 1一个层级 直辖市一个层级 县市政府一个层级 乡镇市区公所为一个层级 而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教同学判断一下 哪些是属于什么叫做地方的行政机关 既然是行政机关 它就是负责规划跟执行地方政策的 那我们等下会看到红色圈圈 什么叫地方的民意机关 所谓民意机关又叫立法机关 它是在专门立地方的法律审查地方的预算的 我们看哪些关键字 就知道它是属于地方的行政机关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它的后面关键字有什么 某某的政府 它就是地方的行政机关 那如果后面关键字有所谓的某某公所 它就是地方行政机关 举一个例子 台北市政府 再来这里政府也有政府 宜兰县政府 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民意机关 还有一个 郊西乡公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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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看到公所两个字 这些只要关键字是政府 政府 公所 这就是地方的行政机关 那接下我们看一下红色的部分 只要看到某某议会 还有某某代表会 这个就是属于地方的民意机关 那他们有层级上的配对 那政补 他配的民意机关就是议会 那公所 配的民意机关就是代表会 不要搞混了 不能 政补 然后配代表会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地方一共是一 二 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就我们指的六都 直辖市 而第二层级是县市 县市 宜蘭县 或加义市 第三个层级 乡 镇 市 区公所 他们是属于 地方的 第三层级 那这时候 你有可能会问老师说 请问一下 怎么样才能变到第1个层级 然后地方政府什么时候变成第2层级 什么时候是第3层级 他是因应地方上的人口 当你人口超过一定的范围之后 你就有可能被 提升从 比如说公所的部分提升到 上面来 那我们 接下来看这一个 早期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 第一层级的地方政府叫省政府跟省治议会 那现在因为他已经虚极化了 在做一些 早期省政府留下来的 一些事务